111年度秀林香的优秀奖助玄机颁奖典礼14号下午 在秀林村多功能集会所举行 有1326位学者受惠 鼓励大家努力向上 为了鼓励涉及秀林香弱势群体以及优秀学生 端品劣血的精神 发展其专业的技能 秀林香公所在12月14号下午 在秀林村多功能集会所办理颁奖一事 秀林香长王玫瑰 信科秀林香名代表洛远林 丁立方 夏宜松 白静吻 白秀娟 共同来组织颁奖活动 秀林香长王玫瑰表示 提升学习动机以及各项专业技能 一直是乡公所所推动乡政的重心 期盼培育秀林香优秀的人才 更期待学生们能够回馈乡里 看到小朋友 今天有的学生 因为上课时间不便前来 看到非常多的父母 其实有好的孩子 更要感谢我们的父母 所以在座的各位乡亲 因为你们重视孩子的学业 所以孩子才会优秀 为什么如果今天家长没有很重视或积极 来背后支持孩子的各项学习 我相信孩子对各项的事情 也是轻轻松松 随随便便 所以在这里 我要谢谢各位家长 你们对孩子都重视 所以孩子会在各项的学业成绩表现优良 新科修林下面代表陆云林也肯定公所的用心 那其实公所在教育 在运动各方面的奖金跟奖励都一直做得非常好 那在我的证件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希望能够提高一些比较特殊的才艺 那奖金要提高 这方面乡长都还蛮接受的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学生来这边领取奖学金 然后我就觉得说 在我们秀林乡虽然是原住民的家庭 科业上大家还是很注重 那这个奖金或许不会说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对小朋友是一个奖励 而奖励的类别分别是 低收入户奖助学金 身性障碍奖助学金 单亲家庭奖助学金 学业优秀奖助学金 录取大专以上奖助学金 这次新闻相公署并且表扬人数共计1326人 期盼借由表扬奖励的活动 激励青年学子用心向学的态度 并且提拔向内更多的优秀人才 记得喜欢我们的Q强报道